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三百九十九集 太平公主既是李氏之女 又是武家之父 且做公主无甘黄泉 由她入室汤药 应该不会被拒绝吧 张剑之说敢就敢 舍出一张老脸 亲赴公主府请太平公主帮忙 具体谈什么旁人皆不得知 总之当日公主便入宫请见 并顺利获准 至此她成了沟通内外之人 每日入寝宫探病 傍晚出来 将女皇和二章的情况告知宰相 以安朝廷人心 长生殿内一片安静 武罩身盖紧背 握于塌上 这样躺着并不是因为重病 而是百无聊赖 不愿意动 她甚至命宦官敞开殿门 能够让她躺着看到殿外的情景 可是殿外又有什么可看的呢 虽说已过正月二十 悬挂在殿炎的红灯依旧没有散去 似乎是想保留几番喜气 前几天的积雪刚刚退进 阶下 坐南朝北搭了座法坛 供着一尊黄金佛像 法葬国师正盘坐于法坛之上 诵经座法 为女皇祈福驱禀 数十盏长明灯 日夜不停地燃着 点点火焰照在佛像之上 映出一片金光 甚至映入殿内 透过沙仗照在五兆迷茫的脸上 求佛屈病管用吗 五兆自己也怀疑 其实他心里边很清楚 自己根本就没病 只是老了 不知为何 近来他经常做梦 梦见李志 梦见母亲 梦见那些久远的事 在梦境之中 他误以为自己还是为人妻 为人子 梦醒时分 才重拾冒蝶之身 而且 他时常还想起母亲说过的话 人这一辈子呀 没有受不了的罪 只有想不了的福 这话真的有道理 昔日在赶夜寺 苦苦等待希望之时 与长孙无忌斗法之际 与理智争权夺势之际 乃至徐敬夜叛乱的危机时刻 他都不曾感到空虚 现在却觉得一切都很无趣 吐蕃突厥都因和亲不再来犯 以魏元忠为首的声势之人 都被他打发走了 甚至宋井也不再上书 不知是受挫灰心 还是对他失望了 而金朝堂上 一片祥和 所有人都扶手恭顺 没有人再扰他消遣 可是他却懒得再见 这帮臣子 可笑不可笑呢 更可笑的是 这会儿他素来喜欢的师父雅月 也失去了魅力 那些逢迎献媚的文人 也令他心烦 甚至连他苦心袒护的五郎六郎 仿佛也容颜大俭 他甚至有点搞不清楚 自己究竟是真心宠爱二章 还是故意接二章 跟臣子们斗气呢 够了 或许这一切都够了 望着远处庄严的佛像 五兆不禁浮想连篇 人这一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呢 是富贵 是权势 是名誉 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如今他一切都有了 所悍者只是已至迟暮之年 当他撒手人寰的那一刻 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王朝本来就不是他的 即便是他的 他能带走吗 归根结底 这都是净花水月 到头来任何人都是两手空空 他何尝不知天下臣民都在揣摩他的心思呢 将都城迁来迁去 到底想干什么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虽说东宫至今没有任何的权利 但是身后事其实已经安排的差不多了 赖在洛阳还有何意义呢 这天下迟早都要回归礼堂 难道现在他还能更改后四吗 就算是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韦 四海人心能服吗 事到如今 满朝文武又有哪一个肯豁出一切 跟他这个快进棺材的老朽干呢 人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板 更何况他不传五险还能传谁呢 五三四或者别的什么人呢 别开玩笑了 就算他敢传 谁又敢接这个位子呢 无论公顺听命者 还是竭力尚见者 骨子里边都一样 心里都盘算着 把他这尊佛平安地送上西天 日后效力礼堂 谋求新的富贵 为此他在祈祷 把国都千回洛阳 不是出于算计 就是和天下人赌气 朕还活着呢呀 只要朕活着一天 那大洲王朝就存在一天 随心任性 谁又奈我何呢 是啊 确实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 可是他又奈何得了光阴岁月吗 如今没有人再和他对着干了 至少表面上没有 任凭他闹 任凭他玩 任凭他为所欲为 他又能痛快几日呢 当一切浮华退进 所有享受都经历过之后 剩下的只有无边的失落和疲惫 他不想再上朝礼政 因为这天下终将不属于他 他也不想见满朝文武 因为和他共历风雨的老臣都已不在 现在除了极少数他亲自拔主之人 绝大部分的臣子他都不熟悉 也没有经历和欲望想要了解 那些臣子跟他相差几十岁 都对他敬而远之 木然喊着无皇万岁 仿佛是一个母子里面刻出来的 他也不想再见武家的侄儿 因为武家人已经变成李家的附庸 只想在未来的朝廷保全自己 来看望他只是面子上的事 兴许啊 还是帮着李家刺探他呢 最最可恼的是 李武两家和睦 本是出于他的意愿 现在他们真的和睦起来了 反倒是合起伙来糊弄自己了 当然 他最不想见的人恰恰是无险 不是对这个锦小慎微到极点的儿子 有任何的怨恨 而是觉得别扭 事想有一个人 他的任务就是等着你死 你死了 他才能解脱 才能自由 才能够呼风唤雨 整天与此人相对 是何等感觉呢 尽孝踏前侍奉汤药 说得好听啊 这种事情他最清楚不过了 当初李智在翠微宫侍奉太宗汤药 结果侍奉到他这个庶母的床上去了 他也曾在奉天宫侍奉李智堂药 结果不是把李唐王朝侍奉到自己手中了吗 说穿了还不是为了权利吗 还不是为了在老皇帝倒头之际顺利接管一切吗 爱他的人并不是真的爱他 而是爱他赐予的富贵 怕他的人也并不是真的怕他 而是怕他手中的权利 在这世上还有真心对他的人吗 有的时候武赵甚至怨恨自己 为什么要活这么大岁数 为什么总把这一切看得这么明白 要真是一个老糊涂 那该多好啊 世道人心全都看透 什么忠贞正义亲情也就都不存在了 他长叹着翻了一个身 不再面对那尊耀眼的神佛 叹息余声未落 太平公主立刻捧着药碗 七道踏边 母亲还觉得不舒服吧 用药吧 武赵动都没动 咕噜道 不喝 这是女儿亲自看着宦官间的 若不服用 这病怎能 不喝 武赵猛然提高声音 喝什么呀 衰老无药可医呀 太平公主无可奈何 把药碗放到一旁 却见母亲不言不语躺着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只能在旁默默地守候着 但是 这样呆坐 终究不是滋味 还是得设法哄他高兴才好 于是隔了片刻 他又笑眯眯地说道 对了 有庄喜事呀 正要禀报陛下呢 四哥家那个老三龙姬呀 以原服 四哥打算给他完婚呢 林姿王李隆基 其实早在长寿二年 他八岁的时候 便已定亲 未婚妻 乃王仁角之女 王仁角 虽出身太原王室 却只是一个小军官 至今官职不到六品 则这等门第 固然是因为隆基是庶出 却更因为 当初五轮身处黄寺之位 唯恐母亲猜忌 不敢与高官显贵之家通婚 八岁顽童不是完婚 何况 此后不久 龙姬连同几位兄弟 被诏入宫中 婚事就此拖延 东宫确立之后 朱子虽释放开府 但是女皇屡屡降旨 离武连姻 毁了好几庄原定的亲事 五轮也没敢让儿子完婚 一直到今日 见女皇别无安排这才办 嗯 五兆轻轻地应了一声 心下颇有私存 除去已经死的虫润 他尚有九个孙子 五世之孙 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但是 他一向不慎亲近这些孩子 唯独龙姬 给他的印象深刻 说起来那还是十年前的事情 当时 龙姬兄弟五人 皆居于宫中 名义上是在宫中读书 实际上如同软禁 不过表面的尊崇还是有的 各有一群宦官奴仆 每逢节庆 也要来向他叩拜 有一年新春 兄弟五人又来向他拜合 正逢五亿宗在侧 其实 李五两家争斗激烈 五亿宗故意要在李家小儿面前耍耍威风 于是借口他们的仆从队伍散乱 朝他们大声吃麻 龙贩龙夜等孩儿 见他气势汹汹 皆感畏惧 连长孙 成器 也都低头默默隐忍 那只不满十岁的龙姬竟敢与之针锋相对 怒吼道 此乃吴家朝堂 甘辱何事 当时武赵并没有偏袒吴家 见自己的孙儿这般勇敢 非常的高兴 赤退五亿宗 还夸奖龙姬一番 可现在回溯此时 他却笑不出来了 此乃吴家朝堂 甘辱何事 这话单单是说武义宗吗 何尝没把他囊括在内呢 在李家人看来 朝堂本来就是他们家的 任何外星之人都不配做 无论表面上他们如何的恭顺 恐怕心里一直是他的大舟 为伪朝吧 小小的孩子尚且如此 更遑论大人了 不到十岁就这么凌厉 将来一定不是省优的灯 李世民 李元吉 李泰 李克 李佑 李贤 李重福 他们老李家从来就不缺野心勃勃之人 争吧 夺吧 强吧 就位这至高无上的位子 老娘都快看腻了 没意思 没意思呀 太平公主不知母亲的心思 物资小谈 龙姬虽是庶出 也不能太过减慢 到时候啊 咱们把神都装点得红红火火 女儿服侍您当城观景 看看热闹场面 你连着进宫三天了吧 武赵突然打断了女儿的话 太平一愣 是啊 也真为难你了 看来 显儿和宰相们 真是没招了 竟叫你来刺探真 太平的脸 煞是红了 他忙矢口否认 不是 不是 武赵冷笑一声 似是厌恶了女儿说谎的样子 把脸扭了过去 朕敢断言 你迈出寝宫 必前往正食堂 接着就去东宫 把朕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乃至吃几服药 睡了几个时辰 都要告诉显儿 张俭之 翠玄伟那帮人 对不对 太平公主心里有鬼 闻听此言 胸口一阵狂跳 眼中顿时流露出了恐惧之色 她的身子不禁颤抖起来 女儿我 我 武赵此时背对着她 完全没看到女儿的表情变化 那就有劳你 明明白白地给他们传话 告诉他们 朕一切都好 只是不想见他们 叫他们别瞎揣摩了 尤其是告诉你那个胆小如数的哥哥 朕绝没有改换她之意 让她把心放在肚子里 安安稳稳地等着老娘归天 太平满心狐疑 品不出这话到底是正话还是反话 即便面对着母亲的后脑勺 她仍然是大气也不敢出 畏畏缩缩缚扶在地上 等待着母亲接下来的怒喝 然而 厚了半晌 暴风雨竟没下来 再无下闻了 太平的颤抖 这才止住 暗松一口气 皇天佛祖保佑啊 母亲只知其一 未知其二 姓也 武赵躺在那里半晌 不闻动静 又道 愣着干什么 该说的朕都说了 你还不走 从今以后你也不必来了 朕有的是那事 也用不着你伺候 侍奉汤药 别气我了 你自幼养尊处优 会伺候人吗 太平渐渐地缓过神来 又软语道 母亲何出此言 女儿实在是计划您 若不在您身边 好了好了 别再说了 这些话朕早已听你 你走吧 太平公主无奈 只得是叩拜一番 退出殿外 上官婉儿高岩福和高金刚 以及张氏兄弟 一直在廊下坐着 里边的话 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却碍于身份 不敢进去搅扰 此刻见公主退出 立刻起身簇拥过来 婉儿苦笑着摇了摇头 似乎很理解太平的心情 太平与婉儿的年纪相仿 私交一直不错 此刻一把攥住婉儿的手 嘱托道 陛下既不愿我来 就老姐姐费心了 务必好好伺候 婉儿感觉她把自己的手 掐得很疼 赶忙说道 不敢当 效忠陛下 理应如此 张昌宗也善善地笑着说 难得公主一片小心 可圣上有病在身 未免心烦意乱 公主切莫难过 您放心 我兄弟一定替您把陛下照顾好 言下颇有讨好之意 太平公主眼望着这个昔日 在自己群下讨婴声的得知小人 胸中怒火滚滚 若按照她以往的脾气 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 但此刻她还是竭力地隐忍 挤出一丝微笑 好啊 有了你们 我和太子向往 便可安心 说吧 她走下殿阶 又登上院中法坛 在法葬国师身边跪倒 朝佛像拜了三拜 低声送了几句经文 这才起身离开寝宫 公主一去 众人又可入殿 婉儿当先坐在了卧榻之旁 一边为女皇椰背脚 一边说道 方才陛下之言似乎有些过了 公主探望您 毕竟是出于一片亲情 何苦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若非半军二十载身受信任 这种略带批评之话 岂是女官敢说的呢 亲情 武诏微微转过头来 婉儿啊婉儿 怎么事到如今 你还不明白 这皇宫之中 真的有亲情吗 她的语气 与方才判若两人 既沉重 又透着几分哀丸 眼神之中 似乎隐隐闪着 一丝泪瓜葫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